好,这里是国际服务的官网,简单讲一下它这一次的一个小改动 那么台服和韩服之前,他们都已经修复了一个套装 同时装备两件装备会触发两个效果的这样一个bug 它最早是因为尖兵的文章跟心脏是可以同时装备的 那这时候他们就同时触发了两个效果 后来的话,这个在海外就会变成了贝勒德的效果 贝勒德两件项链,它会触发两个效果 后来这个效果就修复好之后,他们现在就告诉你 如果你有两件最高级贝勒德项链,你可以将其中一个转移为最高级贝勒德的腰带 那它是这样的要求,心脂力强化,还有额外属性,还有锤子的这些属性 也会转移到最高级贝勒德的腰带 然后潜能,还有附加潜能会转移到腰带 那么如果只有这个饰品装备中拥有的这个潜能 就无法转移到腰带 如果项链潜能无法转移到腰带 那么只有这个等级会被转移到腰带 然后玩家就要通过这个放大镜去重新开启他这个潜能 然后这个卷轴强化的数量 可以用到项链的这个卷轴强化数量和腰带是不一样的 那个香料好像几次,然后腰带三次 因为他这个商圈次数不一样 那么他这个调整的状态会调整,会转移到腰带 按比例调整到腰带 然后玩家可以获得交换的交换好的 最高级贝勒的腰带 通过 through the character of the choice within their account 然后这个交换 只能对拥有两件最高级贝勒的项链的这个玩家开放 然后呢 你可以将其中一个转移到 将其中一个项链变成腰带 这样子 而且这个转移的请求是每个玩家 就每个角色一次 然后他不久之后就会提供这个详细的交换方式 那么我记得台服之前 他是在Rice的商店里面直接提供了那个 一个箱子嘛 然后来就说梦幻腰带 可以转移成贝勒的腰带 他是这样子 因为有的时候 有些人是为了 腾空那个腰带的位置 来凑齐黑桃状嘛 但是你现在不能够腾空了 那么你只能用贝勒德 这样子 那么他这一次 就没有这个操作 他就是把其中一个项链变成腰带 那么你剩下的那个位置 是可以不考虑用贝勒德 可以用其他的一些饰品 去凑齐其他的套装 那基本上这样 你知道吗 那先看到这里吧 那先看到这里吧